热血好动 演技自然不做作 备受好评 今晚父亲是知名导演张健 但私底下的他毫无架子 今年才和《甄嬛传》里面 饰演齐平的唐一新 男们结婚 而另外有钻石男配之称的孝传 戏里演的是冰山美男 不过这一开演 饰演小范贤的童心 已经吸粉不少 看到管家手里宫女 十岁的小范贤怒了 带着现代记忆穿越到古代 小小的个头里 藏的是一个成年人的灵魂 你是范贤啊 你终于来了 半夜遇上疑似杀手 却表现淡定 绝非小孩子的态度 后来发现是自己人 秒变可爱 与师父的相见里 就是痛打一顿 跟着学习试读 制读 互相读来读去 让观众看的 打从心里笑出来 我跟你说让你选一瓶 并没有说 那里边有解药啊 老师你太 老师 太过分了 你砸我头的时候 怎么不说过分呢 不是被毒 就是被打 小范贤自然讨喜 被封小细骨 既不失同志的调皮 又显现事故 老练的一面 为男主角打底定型 长大后的范贤 由张若云演出 非原著作描写的花美男 但一样好动 你拦着我 是打算给滕子经寻仇 人我已经杀了 你想怎么办 其翻完事不公 却绝对精明入室 张若云的演技 被形容很有灵气 反弦怎么就粗笔了 当见行凶 口出狂言出言不讯 早就传遍了 你要是一个人 你得当面 可你不能听传闻啊 那在马车中 与歌姬同行呢 我没干过这种事 对张若云最好的称赞 就是你演的 很范贤 尤其是朝堂 最久的那一场戏 五十闲分赛外生 沙场秋点兵 表演没有之最 就是他可以是美的 或者说他可以是动人的 表演就是一个人物关系 跟人物性格的问题 就是两个最大的支柱 怎么把戏要 曾经被誉为军装美男 张若云演过的时装剧 也都融合好评 2016年获得最有态度 元气有向讲 有请张若云 张若云出道十四年 儒雅帅气 文质丁丁的景象 感谢所有支持我的粉丝 然后是你们给我动力 让我走到今天 尽管父亲是知名导演张健 但张若云私底下 儒雅低调 今年六月采取了项链 十年的女友唐一新 想跟唐说 希望我们永远都是善良的人 张若云被老少观众 都评为顺眼舒服 和他对戏的演员孝战 则被评为一员 称起全剧的颜值 相较于张若云 饰演的热血饭血 孝战饰演的颜冰云 待人冷漠 深不可测 是个冰山美男 北齐已经求和了 我现在是使团证实 就是来接你回家的 你投靠北齐了 虽然戏里散发着 令人褪毙三射的气势 现实生活中 他可是暖男一眉 三百六十度无死角 眼神温柔 笑容腼腆 曾经有人说 只需要一小时 就会爱上他 因为笑战 不只颜值担当 更被称为 最温柔的男艺人 曾经还被剧组 工作人员形容 一个拍完戏 会留下来 收鸡器的男孩子 不棄的时候 其实没有什么收入 但是我的性格呢 就是不太想用 家里的钱了 因为当时我已经毕业了 就用自己 实习的时候的一些 小金库 然后就过得还挺节制的 那段时间 张若芸对上了校正 一个是火 一个是冰 两人展现各自的神态 气度 舞台下潜心修炼 但穿上戏服 穿越时空 将奔贤和严冰云的魂 都全射了出来 留一般温柔一心 看过这余年 记者林友明 郭安妮 台北报道